被刮起大風 樹葉開始瘋狂搖擺 沒想到幾秒後 大片水泥磁磚從天而降 重擊地面後 揚起大量煙塵 這驚險一幕讓附近住戶嚇壞了 現場拉起封鎖線 滿地磁磚水泥塊 幾乎佔據整條馬路 而磁磚域的源頭 就是北溪萬華這棟大樓 二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大樓外牆疑似承受不住 劇烈強風 造成水泥塊剝落 所幸沒有人員受傷 根據了解 這棟大樓屋林三十六年 外牆年久失修 監管出會看後 確定就是十二樓陽台出了問題 連夜將不穩定的磁磚拆除後 今天一早在出動吊車進行外牆維護 今天早上我們在度聯絡的時候 他就是主動反應說 他不願意負擔這個費用 那也歡迎官會直接提告 或者是租屋直接提告 對 那我們是先請其他零損出戶 還是繼續先把那個零損 比較嚴重的結構先繼續拆除 颱風期間發生意外 目前官委會也將強制對外牆 進行補強修繕 費用事後再商討 畢竟人命關天 就怕颱風來襲 封牆宇宙造成更大危害 相信我和蒙酒有陶 台北報導